我们今天介绍流体动力学 Fluid Dynamics 流体动力学主要的是要介绍 流体在运动的时候 那么流体在运动的时候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流体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的河水 河水它的任何一个基数 当然水分子我们看不到了 我们说一个很小很小体积的水 它在流动的时候 那么它一定会有一条路径 一条路径 那么流体的基数在流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路径 我们画起来就好像一条线 这条线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流线 所以这个呢 我们称它叫做流线 叫line of flow line of flow 那么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河里的水 它到处有这个漩涡 一下子漩涡在这边 一下子可能移到另外一边去 那就是说这个水 非常的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 但是它稳定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稳定的时候就是说 它的水分子 经过每一个地方的 比如说这是一条流线 在这一点 凡是经过这一点的流体基数 它的速度都保持一定 都保持一定 比如说这一点是V1 它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不管哪个基数 只要到了这个地方 它就是V2的速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这个流体啊 它是在稳定状态 稳定状态 这个叫做稳定状态 我们有时候就称它叫做稳态 那么这个叫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 我们现在在看一种状况 就是说这个水它不只有一条线 它如果有好几条的线 在稳定的流体里面 有好几条的线 它都达到这种的状况 就是说任何一点 它的速度都保持一定 这一点的速度 不管哪个水分子 到达这一点速度都是一定 到达这一点速度 也都保持一个定值 那么这一组线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这种线 它的形状 我们称它叫做流线形 流线形 OK 那么如果是一个流水 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呢 我们就称它流线形的流体 流线形的流体 流线形的流体 这个叫stream line flow 流线形的流体 我们现在所要谈的 大概就是这种稳态 特别是 就是说一组这种线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水不可能只有一条线 那么我们谈的就是流线形的流体 它不是流线形 那么我们就称它叫做 团流 这个时候不好分析 所以我们只局限于流线形 那么还有几个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所谈的就是理想的流体 idea flow 理想的流体 我们局限于所谓理想的流体 理想的流体就是说 这个流体它是具有不可压缩性 如果是具有不可压缩性的话 那么它的密度永远保持一定 因为它不会被压缩 体积不会变大变小 所以它的role是保持一定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role呢 是等于constant 还有就是流体跟它的气壁 好像河水 跟这个河岸之间的这个摩擦力 我们也不去考虑它 然后流体跟河床之间的摩擦力 我们也不去考虑它 那么流体靠暗的跟靠这个当中的 这个速度会不一样 有时候因为它的摩擦力的关系 速度不一样 我们也不考虑这个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摩擦力 我们都不予考虑 我们都不予考虑 这个时候就是它的黏制力 我们不予考虑 那么就是一种理想的流体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一个流体 它具有这个流线型的话 它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因为它的定义就是 所有的水分子经过特定的点 它的速度就保持一定 所以说这个线上面 每一点都有它特定的一个速度 包括大小跟方向 如果说到了这种状况 我们就可以断言说 流线型的这个流线 在流线型流体里面的流线 不会相交 那么流线呢 不会相交 它不可能这样子 不可能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两条流线相交的话 那么经过这一点呢 它会有两个切线 这一条流线的切线 跟这一条流线的切线 那就表示 它的速度 在这一点的速度 可能有两个 或者那 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方向 那么跟它的定义 就具有这个不相符的地方 它定义是说 经过每一点的流体的基数 只能有一个速度 就是速度永远保持一定 那么 所以呢 不可能相交 两条流线 不可能相交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 好 现在我们 要看流体里面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定律 比如说 我们在 一个流线型的流体里面 流线型的流体里面 比如说这里有水 稀里哗啦的流 已经到达稳定状态 而且是流线型的流体 那么我们就在 它这个流体里面 画一个轮廓 画一个轮廓 这个轮廓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都是它的 每一条的流线 每一条的流线 这好像是一个管子了 好像是一个tube 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叫做流管 tube or flow 或者叫做flow tube 都可以 流管 那么这个管子呢 它的管壁 也是流线做的 都是流线做的 OK 我们看 它满足 它一个理想的流体 它是流线型的流体的时候啊 那个流管里面 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那么我们认为啊 它从这里 单位时间 流进去的这个质量 我们这里再画一个 小小的基础 好 这里流进去 一个小小的质量 DM1 它从这里流出来的 流出来的这个 这一段啊 也一定是DM 就是DM1跟DM2要相等 要相等 为什么相等呢 因为它具有不可压缩性 好 我们说DM1 要等于DM2 不可压缩 所以你从这边 挤进去这么多质量的水 这边一定要出来 如果这边不出来 不是这个水就挤得 密度越来越大了吗 所以它不可以这样的话 于是啊 这两边流进去 就是说DT秒 流进去的质量 要等于DT秒 流出来的质量 好 那么质量等于什么呢 质量等于密度 乘上体积 这个体积 我们加定它的面积是A1 这个面积是A2 它就是等于A1乘上V1DT 这一段长 就是V1DT 就是V1DT 这一段的长呢 就是V2DT 所以它是等于密度一样 接面积是A2DT 接面就是A2 V2乘DT 就有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等式里面 Row 等式两边的Row一样 DT也一样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项目消掉的话 我们就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A1V1 要等于A2V2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在流体里面 随意找一个界面 任意找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 流体的速度是V1 在A2里面 这个界面 流体的速度是V2 那么A1乘V1 要等于A2乘V2 这个A1乘V1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 比如说你看 这个量是DM 你Row不看的话 那么这就是体积 对不对 体积 体积被DT来除就是这个 那就是说 单位时间流进去的体积 流体的体积 就是代表这个 我们因此称这个叫做流量 就是说界面A温 界面1里面的流量 流过界面1的流量 要等于流过界面2的流量 那么这个式子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或写成AV 要等于定值 就是任何一个界面 跟经过这个界面流体的速度的成绩 都是 都等于一个定值 那么这个式子 叫做连续方程 这个式子 我们称它叫做 连续方程 Equation Equation of continuity Equation of continuity 在流体动力学里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式子 就叫做连续方程 OK 连续方程 那么 有了连续方程以后 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再来看 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定律 叫做 Bernodese equation 伯努力方程 不过我们在这里 先讨论一下 这是 如果 有一个Streamline Streamline 本来它没有障碍物的话 它就是一组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线 对不对 一组这样子的线 如果它遇到障碍物 比如说我们飞机在飞的时候 那么这些空气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 稳定的流体 流向飞机 但是它碰到飞机的翅膀的时候 那么这个流体 它就 就要分开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小丁 它遇到一个障碍物好了 遇到一个障碍物 一个障碍物 本来从这里过来 它可以一直过来的 对不对 本来可以一直就过去的 现在有了障碍物 它会从这个地方 这样子过来 但这个地方 不会这么 它是这样子的 到了这里以后 它会从这个两边 这样子过去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它会从这个 如果这是一个球的话 它不但上下有 旁边也有了 于是 我们看到 这些都是流泻 就是空气在流通 但是这一点跟这一点 它里头的空气 保持静止的 静止的状态 所以 这个地方呢 我们称它叫做 自流点 这一点 跟这一点 我们称它叫做 自流点 就是 就是这一点的空气 不动 这个也是一个自流点 也是一个自流点 那自流点呢 我们称它叫做 stagnation point 通常在这个障碍物的前后 都会有一个stagnation point 这个我们要认识 将来我们谈到这种 要测流体速度的仪器 我们会用到 好 现在我们介绍 这个Bernoulli's equation Bernoulli's equation Bernoulli's equation呢 它就是 我们来看 假如有一段的流体 它是这样子 它的切面 我们看的一个 flow tube 这还是一个 或者叫做 tube flow tube flow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tube flow 它从低到高 这比较低 这个比较高 这个地方的 阶面积比较大 这个地方的 阶面积比较小 比较小 那么于是 我们根据 这个 equation of continuity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速度 要比这个地方的速度 就来得小 因为阶面积大的速度比较小 阶面积小的速度比较大 好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 画一个大的速度 V1 这个地方 我们 看这个好了 从这里好了 这里到这里 好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很短很短 所以这里跟这里 界面积其实差不多 好 它在这个地方的速度 是V2 比较大 V2 OK 因此 它流过去的这个长度 这边的长度 DT秒的话 这就是V1 DT 这个长度呢 就是V2 DT V2 DT 好 我们现在要看这个 这个流体 本来是这一段 本来是从这里到这里 DT秒以后 流过去了 就变成从这里到这里 当中它有一段是重叠的 我们现在用功能定理来看 不过我们先画一下 这个地方 假定有一个pressure 是 这边 因为这个 这里还是流体了 我没有画出来了 那它 所以这一边的流体 给它的pressure 是P1 这边也有流体 这个流体呢 我们也没画出来 那这个流体给它的pressure 是P2 这个界面就是A2 我们现在apply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 我们把它写出来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等于这个系统的 动能的改变 加上 未能的改变 这个是功能定律 那现在 我们一下一项来看 OK 一下一项来看 我们把这个当作E DeltaEK 就是动能的改变 这个动能的改变呢 其实这个速度都不一样 这个速度跟这个 这个奇数的速度 跟这个奇数的速度 都不一样了 可是啊 就是说你要求动能的话呢 这一段的动能 你照理说应该要积分积出来 每一个 每一个奇数动能的和 然后后来变成这一段 变成这一段 不过我们知道 动能的改变就是 这一段的动能 减掉这一段的动能 它当中有一段是 overlap 重叠 那么一箱减的话 那重叠的部分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就变成这个跟这个 所以说 这个动能 这一段的动能 减掉这一段的动能 结果就变成 这个动能 减掉这个动能而已 因为当中这一段都不见了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啊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DM2 后面那一段的质量 乘上它的速度平方 它的动能 减掉前面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就等于 这一段的动能 减掉这一段 因为当中这个都减掉了 看不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来看一下 DM2是什么 DM2就是 后面那一段的质量 它就等于row 乘上它的体积 体积是界面积 乘上长度 有个V平方 减掉前面一段的 DA1是等于V1 DT乘上V1Square V1Square 现在我们看 根据我们的 Equation of Continuity Equation of Continuity 我们拿这个来看 我们说 A1 V1 要等于 A2 V2 有这个 那么 A1 V1 成DT 两边都成DT 也相等 这个等于 这个 是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是界面积 成长度 是体积 就是这一段的体积基数 等于这一段的体积基数 我们就另这个叫做 DV 体积基数 我们把这个 A1 A2 V2 DT 跟A1 V1 DT 都用DV来带 可以把它提出来 于是 于是呢 我们就得 D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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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等于 A1 它是等于 A1 Rho V2 V2 平方 减掉 A1 Rho V1 三平方 我们把DV 把它呈出来 把它提出来 所以我们就算出 原来这个系统 动能的改变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称这个叫第二式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未能的改变 未能的改变就是说 本来是这一段的未能 这个未能 实际上 整体的未能也要用积分 因为它每一个 每一个 基数的高度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 从这一段的未能 变成这一段的未能 它的未能差就是 这一段的未能 剪到这一段 那么当中 overlap这一段的未能 也剪掉 也削掉了 于是 只有上面那一段的未能 剪掉下面这一段的未能 好 那我们现在假定 我们设一个 Y等于0的level Y等于0的level 设定 这一点 就是Y等于0 那么它的未能 那么它的未能 MGY 在这个地方就是0 于是 这个地方的未能 加上这个高度 是Y1 这个高度 是Y2 这个高度 我们称它叫做Y2 那未能的差就可以写成 M 这个地方称Row而已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当做是 Row GY2 减掉Row GY1 乘DV 我们一样把这个拿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是 未能差 现在我们再来看左边 左边这个 NON 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是什么 NON 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那这个地方所受的力 我们看它的外力 它有MG 这个MG是什么呢 这个MG啊 是 CONSERVATIVE FORCE 就不算了 没有了 其实我们就看这整段的 整段的 从这里到这里啊 整段的这个 水 或者是某一 一种液体 它的MG我们不算了 因为MG是 CONSERVATIVE FORCE 现在我们 不要 我们要的只要 NON CONSERVATIVE FORCE 还有就是 这个水呢 就这个气壁 有一种 这里说是有摩擦力了 但是我们 现在谈的是 理想流体 摩擦力也不算了 所以呢 它只有 平安 只有这边的水 给它的压力 这一头呢 只有这边的水 给它的压力 就这两个是 NON 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它所做的工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它写成 就是这两个的工 这两个的工 我们可以写成 这一段 就是P1 乘上A1 这是FORCE 乘上 它的 V DS好了 这个乘上 DS1 加上 P2 A2 乘上 DS2 不过 这个是一个负的 因为啊 这边的力跟位移同方向 所以公用证的 这一边呢 力是朝这一边 位移朝这一边 所以它是负的 好 我们把 积分积出来 其实这个很小 就不用积分 它就是这个东西啊 减掉 P2 A2 V2 DT 这是NON 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我们把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还是用DV来带 于是我们就得 这个是等于 P1 minus P2 乘DV 好 现在 二三四 我们把 我们把 二三四式 带入第一式 我们把 二三 跟第四式 带入 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那我们 那我们就得 那我们就得 左边是 NON 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就是 P1 减 P2 因为每一项 都有DV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DV通通约掉 DV都约掉 好 于是 这个就等于 2 2分之1 Rho V2 平方 减2分之1 Rho V1 平方 再加上 Rho G Y 2 减 Rho G Y 1 好 我们把这个式 把 1 这个下标是 1的向 1的向 全部放在等式的左边 下标是 2的向 全部放在 等式的右边 于是 我们就有 P1 加2分之1 Rho V1 平方 Rho G Y1 要等于 P2 加2分之1 Rho Rho V2 平方 再加上 Rho G Y2 这个式子就是 鼎鼎大名的 Bernotis Equation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这样子 Rho P 加上 2分之1 Rho V平方 再加上 Rho GY 要等于 定值 这一组 我们就称它叫做 伯努力 方程 Bernotis Equation 这是Presure 就是说 任何一点 你里头随便找一点 比如说我要找这一点 这一点的压力 加上 那一点的 二分之一 Rho V平方 V就是 流体在那一点的速度 那个界面 那一点的速度 这个叫做什么呢 二分之一 MV平方 称为 动能 那这个呢 M 为体积来除 就叫做密度 因此 这个就是等于 动能被体积来除 被 你在这里 其实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点 我们只是 一个很小很小的 一个体积 奇数 有一个D T 这个动能被 这个 很小很小的体积 奇数来 除 就叫做 就是二分之一Rho V平方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 动能密度 同样的道理 这个是M的话 MGY是 胃能 它被体积除去 变成Rho GY 所以这个叫 胃能密度 The knowledge equation 就是告诉我们 在流体里面 任意一点 它的压力 它的压力 与 与动能密度 跟 胃能密度 之和 这三项之和 要等于一个定值 这个叫 Bernodist equation 这是我们第二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程 第一个是什么 流量方程 就是 Equation of Continuity 就是连续方程 第二个就是 Bernodist equation 好 现在我们呢 可以 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看 Bernodist equation 我们 如何去应用它 好 假定啊 我们装水管 我们屋子盖好 屋子里要装水管 这个水要从马路上面 接过来 通常啊 从马路上 接过来的这个 水管啊 都比较 粗 都比较粗 然后呢 接到这个 屋子里以后啊 接到屋子里以后 它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 有一个 街头 这个街头啊 把水啊 就 变成 比较 街面积比较小了 于是 它就从这里 接到家里头来 家里头 家里的水管都比较小啊 因为 这大水管是外面的 外面要供应好多好多户的水 你不能用这么细的水 水管 你到家里头以后呢 你也不能用这么粗的水管啊 所以我们用细的水管 好 那现在 它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的 diameter diameter 是等于 等于多大呢 2 2.0 成十的 负二次方个 meter 好 到了这里以后啊 屋子里以后啊 它这个 它这个 d就变了 这是d2 我们就写个d2好了 好 d2呢 是等于 1.0 乘 10的 负二次方 meter 那就是说 这个是两公分的 两公分直径的管子 到屋子里以后啊 变成一公分 直径的管子 好 那么 它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的流速 是v1 v1 到屋子里以后呢 流速就变成v2 这个流速啊 变成v2 好 这个地方有pressure 有pressure 这个pressure 是p1 好 这个地方也有pressure 是p2 它现在告诉我们 p1是等于 外面的水管 给它的 压力是 4 乘 10的 5次方 par par 我们昨天讲过 这个是 这个是 大气压的一个 单位 大气压的 压力 单位 那么v1呢 v1是等于 4公尺 4公尺 per second 4公尺 per second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假定 以这个地方 作为标准 这个是y1 等于0 好 那么这个y2 它告诉我们 是5公尺 5公尺 一个5公尺 就是差不多 2楼 差不多了 2楼 好 那么 我们这里 都把这些数据 都写一下 ok d1 d1 是等于 d1 d2 ok d1 d1 d1是2.0 乘10的 负二次方 个meter pressure 它告诉我们 pressure p1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是 4 已经写了 4乘上 10的5次方 part 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 我们要求 这个地方的pressure 以及 V2 这个水 到达你家里以后 它的水压是多少 还有 它流出来的速度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这种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这是流体力学 我们假设 这个时候的流体 已经是 稳态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流体 是稳态 管内的流体 为稳态 稳态 才能够 我们导出来 那个式子 才能用 连续方程 也需要稳态 but notice equation 也需要再稳态 假如是稳态的话 我们现在 比如说 你知道这里的速度 V1 知道这个地方的pressure P1 那你现在 要求 要求它的 速度 我们知道 速度 V1 跟D1 它的界面积 的直径 知道 那 第二个 这边管子的界面积 我们也可以从它算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连续方程 来算 V2 我们由 方程 A1 V1 等于 A2 V2 好 那A1 直接了单 就告诉我们了 不是 V1 是直接了单 就告诉我们了 A1 是等于什么呢 Pi R平方 Pi乘上R的 平方是A1 D1 D1的平方 乘上V1 要等于Pi 乘上Pi 乘上2分之1 2 V2 我们要求的是V2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约掉 所以我们就得V2 要等于D1 overD2的平方 乘上V1 D1 是等于 2 这一约就是2了 2比1 2比1 的平方 V1 告诉我们是4 个meter per second 所以我们算出来 这个是16个 meter per second 就是说这个水啊 从 二楼的 水龙头里头 出来的水呢 它的速度是16个 meter per second 好 然后我们要算这个P2 pressure P2 那我们就用Bernotius Equation 来算 Equation 好 我们写 P1 加2分之1 Rho V1 平方 加上Rho G Y1 要等于 P2 加2分之1 Rho V2 平方 加 R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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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 好 我们现在 这个里头呢 我们可以把它画一下 我们要除的是P2 所以呢 P2 它就等于P1 加上 这个调过来 就变成Rho 就变成2分之1Rho V1平方 减V2平方 好 再加上Rho G Y1 减Y2 那这个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P1已经知道了 P1是4 乘10的5次方个Pasca 一个Pasca就是一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好 那这个 也知道了 加上1分之1Rho 我们假设 因为它是水嘛 水的这个Rho 就是1.0乘10的3次方个Kilogram per meter cube Rho 好 那么V1乘V V1 square V1 square 就是 这个乘上 我们把这个 Rho已经出来了 好 里头 就是 16个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减掉4个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好 2分之1 Rho V V1平方 减V2平方 然后再减到这一下 这一下 在 因为这个 Y1是0 Y1是0 所以 它就变成 减的 1.0 乘10的3次方个 Meter 不是Kilogram per Meter cube 再乘上9.8 再乘上9.8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Y1 这个是0 Y2是5公尺 好 我们把这个全部算出来 是多少呢 是2.3 乘10的 5次方个PAR 我们把它被1.013乘10的5次方来除 因为一个ATM 一个大气压力 一个标准大气压力 是等于1.013乘10的5次方PAR 被它来除的话呢 就差不多是等于2.3个ATM 这是利用Bernodist Equation 通常Bernodist Equation 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连续方程 好 这是一个计算题 底下我们再看一下 它还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 Bernodist Equation 还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我们看它的应用 好 第一件事 我们就谈到 我们在流体静力学里面 谈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原理 现在也叫做定律 就是Pasca's Law 那今天我们生活上还是大量在应用 好 我们说Pasca's Law 其实呢 就是Bernodist Equation Bernodist Equation的一个特例 就是Bernodist Equation的特例 第一个 我们说Pasca's Law 也就是说 它包含在Bernodist Equation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 看这个 我们画一个图来看 流体静力学 我画到这边好了 Pasca's Law 是用在流体静力学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杯静止的水 或者是某一种液体 它静止在这里 静止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找两个point 两个point 我们随便找哪一点 我们假定这个叫做P1好了 这个叫做P2 P2 P1距离底边的高度是Y1 这个距离底边的高度是Y2 水面 那么这个 这两点的差就是H 那也就是说P1点在水面下H3之处 H3之处 那我们现在要applyBernodist Equation Bernodist Equation里头包含有pressure 有动能密度 动能密度就是有速度 有位能密度 就有高度 高度都有了 速度 我们现在看 这一点的速度 V2是零 这一点的速度 V1也是零 因为它静止不动 那么P2是等于 因为它在大气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是Atmospheric Pressure PA 我们假定这一点的压力叫做P2 就等于P好了 好 我们现在应用 Bernodist Equation 由 Equation P1加1RhoV1平方 加上RhoGY1 要等于P2加1RhoV2平方 加上RhoGY2 P1 那我们现在把数据都带进去 P1呢 P1就是P 加上RhoV2平方 这个是0啊 0的平方 所以这一项就是0了 P1呢 然后再加上RhoV2平方 又Y1 然后再加上RhoV2平方 Y2平方 就是Atmospheric Pressure 这个也是0 然后再加上Rholy2 那我们就可以得 Pressure是等于 Pa加上Rholy2-Y1 那Y2-Y1就是H RholyGh 你看这个不就是 这个就是Pasca's Law 这个就是Pasca's Law 这个就是Pasca's Law 因此我们说 Pasca's Law 是Benoly's Equation的一个特例 Pasca's Law